社會焦點要帶您看到的是在花蓮的吉安鄉 有一個市場在24號發生了糾紛 這個是一名男子聲稱自己只是去買海鮮 沒想到遭到攤販工作的朋友持利器來攻擊 那這是發生什麼事呢 原來是這兩人先前因為維修冷氣爆發了糾紛 那無姓員工認為這冷氣根本是被零姓男子給用壞的 於是跟他索取了三萬元的賠償費 不過現在討債不成 一氣之下出手攻擊 市場那一名黑衣男子豪端端站在攤販前 不過下一秒另一名穿著圍裙的攤販員工 竟然手持力氣朝著黑衣男子衝過去 雙方就這樣在市場裡大聲爭執 你推我擠 讓一旁民眾全都看傻 嚇到一路從市場逃到馬路邊 遭受攻擊的零姓男子連忙向警方求救 我在市場買水產 要拷絕 然後就有一個認識的朋友 不斷解釋自己只是要去買烤肉食材 但莫名其妙就被認識的朋友攻擊 就在24號中午這名零姓男子到花蓮吉岸鄉的市場買海鮮的時候 恰好被一旁豬肉攤販的無姓員工認出 不過兩人明明是朋友又為何會發生衝突 一個是我員工一個是他的朋友 根據了解原來這名零姓男子因為先前幫無姓員工維修冷氣 不到半年的時間卻有故障 讓無姓員工認為根本就是零姓男子維修冷氣時弄壞的 於是便要求他負擔更換冷氣的費用3萬元 但雙方卻談不攏 無姓員工借討債不成 一氣之下拿力氣攻擊零姓男子 造成他臉部被化傷 直到一旁老闆機警奪下力氣才結束這場鬧劇 警方火速到場將無姓嫌犯逮捕 因為債務糾紛朋友變仇人 甚至還出手攻擊 這下嫌犯也得到應有的懲罰 借裡面來決定請花蓮報導